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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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時間接近了 我本來不想這麼遲才會 接近了 問題就是有一個人叫劉正 一定是我不是我的時間 他處去DMC Notice 我那份那裡 我猜他對法律的理解 他不是真的懂法律 我身邊的人以為王世傑是傻子 是可以玩的 特別是你隔壁的一個李師聰 一個叫做 這個王柏宇 是什麼人我現在看得很清楚 究竟用一些俄司機來搞我 那些什麼人 我開始看清楚這件事 當然有部份跟中國有關 但是有部份的行為方式 我看清楚這件事 應該跟你們有些關係 有些事情 你不要到我王世傑是傻子 我認真處理那個事情 我相信這件事 最後我會交到中大那邊處理 最後我會交到中大那邊 這個世界的事情 沒有什麼的 香港就真的完全崩壞 我看到的 那些人的行事方式 甚至世界都開始崩壞 那些人的行事方式 你沒有一個正常 我可以看到中國人 每一處都搞定這件事 就是李尚福 李尚福消失了 甚至是秦桿消失了 今次是李尚福消失了 現在不知道在哪裏 所以美國正在問他 是不是沒有人心懷 我懷疑現在美軍可能有事情 要找中國談 中國連國防部長 都出不了 因為你知道有件事情 中國 實際上 當然拿槍那個 真正 控制著戰局那個 是 習近平 但是現在 你習近平 你中共軍委主席 你怎麼說 為什麼 每次都國家元首 直接跟你聊天 所以 國防部長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一個 副手 他是比較特別的 在中共的體系而言 國防部長 是沒有實權的 他是習近平的副手 你可說他是習近平的秘書 在軍事上的秘書也好 在習近平 在軍事上的助理也好 或者我是做對口單位的 什麼都好 但是他 某程度上 他是代表習近平 在外面的問題 在外面 或者在外面活動的人 肯定現在的對話 就是一個理應的意思 但是 現在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一分鐘 你這個國防部 有些人問 喂 你現在在南海 在台灣海海 是怎樣的 或者譬如你說 九三 核潛艦意外 喂 什麼事 可能有 unusual radiation 在黃海 你要知道 這些 軍事的事情一定會問 這些 很少中國人這樣 怎麼 開了拖都不通知 好像黃毓民陣營 那些 打人通知 開人拖不通知 那些 這些黑死的人 其實很少有 正常 在西方戰略 世界上 就是這些事情 你要打人 你要跟人通知 有得盡量 透過對話解決問題 都盡量對話解決問題 要不然 戰後世界 早就開了拖十九幾世 就是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 互相 有一個基礎 那 但是 李相芳不知道他在哪 李相芳不知道他在哪 是很糟糕 那誰代他 不知道 跟上次秦剛才一樣 上次就 為了 村江 或者 那次秦剛突然 不是外交部長 由 國務委員 繼續是秦剛 不知道搞什麼 現在習近平的管治 完全是瘋狂的 然後 現在 這個 會不會 魏鳳和 又不早會回來 因為魏鳳和 出事 那究竟誰是不是 又找過陸軍的渣旗呢 還是找誰呢 因為陸軍不是主要戰力 嘛 那你找火箭軍 火箭軍被清洗得這麼多 這麼乾淨的時候 那究竟誰 會 控制著中國國防部 就是 現在習近平的 甚至那個國防部長 那好吧 我找個國防部長出來 然後 搞個黑屌 我找個國防部長 兩個人 又換一個 或者又突然間消失了 他突然間死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 開片都不知道怎麼 找 開片之前 找到哪個對話都不清楚 這個就是最危險的 如果雙方有Dialog 其實就 說危 就不算很危 但是如果雙方沒有Dialog 就不算很危 就很危 為什麼英國外交部 有些人都經常咬英國外交部 當然有些人 包括我作為不滿意 Germain Hum 但是MCDO 要保持Dialog With Communication With a Dialog With China 是不是完全沒有戰略合避性 不是的 因為在軍事上來說 這個就是很軍人做事的手法 西方軍人做事的手法 西方軍人做事的話 就是盡量不趕手 OK 你也想到怎樣 Equalizer Equalizer 和John Wick的分別就是這裡 John Wick 是怎樣的 他為了保護他 我說自己 我和你 我直接怎樣 我鞠了你百多條 都沒有所謂 但是Equalizer 就是 我是做教員也好 我會 我跟你說一下耶穌 你不要這樣做下去 我不會動手 但是你那一段 我和你說了耶穌 你堅持做下去 我和你整個房間都都 都會把他都稱讚 是這樣的 這個是Equalizer 做事的那種 就是有點像軍人做事的手法 西方 就是怎樣 我和你先對話 先說清楚 你不要再這樣做 你不聽 我才會動你 但是如果你不聽 我真的動你 我就真的會按你 我就真的認真和你打了 但是 是這樣的 這個是西方的做事手法 英國也是 英國 現在怎樣 你不聽我說 那我就先清掉間諜 所以他有quish cash on 是不是 好了 現在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我連對話都不知道怎麼對 在外交還說 我知道 現在可能和王毅對話 不知道王毅有沒有權對話 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 這個人是可以對話的 但是現在這個先大劑 魅相福就是找誰 火箭光都清掉 然後你要找哪個軍 海浮空三軍還是總參出來的人 你怎麼知道 還是總後勤部 你要知道 中國歷屆的國防部長是什麼人 國防部長不是他差實權人 但是他在某個程度上 反映中國哪些軍種是主導 在習近平之前 多數來自陸軍 為什麼多數來自陸軍 陸軍多呢 很簡單 就是秦基偉池浩田 一直數下去都是陸軍 去到魏鳳和 是第一次二炮出身的人 第一 二炮本身有一定的神秘性 不應該 不應該這樣揚出來 這是第一 二炮的人通常都是要 通常就是 你知道的如是很好 我不會和你東開這麼多艘 第二就是陸軍 陸軍部隊 在某程度上是比較能夠 有作戰經驗 因為以前那些 你也有真正的作戰經驗 才可以的 譬如你越南戰爭 你打過 或者你打過 很紅軍 隨便一打 你有那種軍事經驗才可以 但是你自從魏鳳和和 和阿里尚福 都沒有真的作戰經驗 基本上他們都是做一些 你和美國的軍官 沒有得比的 基本上 所以唯一就是火戰軍最 因為火戰軍 始終都可能 一定程度受到一定的英語教育 因為空軍和火戰軍 你出去外面就比較容易一些 陸軍就不一定會英文 但是你說空軍和火戰軍 就一定有外語要求 一定有外語底 你做太空那些 你沒可能不用外語的 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可能 他一定有外語 或者在海外受過教育 是這樣的 但是 你現在的火戰軍都清晰了 那我想問你誰會做到 李尚福的位置 這也是一個問題 誰會做 你找回陸軍做 陸軍應該聽話 陸軍照計聽話 但是他 第一 他見不見到人 外面見不見到人 不知道 第二就是 陸軍有沒有戰鬥力都不知道 陸軍的戰鬥力 你看印度都知道 印度那些 鵝牙棒 鵝牙棒 那些小叢群抽會那些 那些都是衝突來的 你小叢群抽會的軍事總是 但是你小叢群抽會 還小叢群抽會 你抽會那麼噁心 你這個軍真的怎麼樣 你輸了 就是要找空軍的 就是要找空軍出生的人 所以 以往我所知 就好像空軍 其實是親近習近平的火箭軍 應該 那是不是習近平真的要找火箭軍呢 空軍的人出手呢 而且空軍的人是不是真的想打呢 也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說 這是習近平現在身邊 無印心話呢 現在就是 習近平他要 因為他這個帝王思想嚴重 他要找一個柴子 真正的柴子 因為什麼都聽過 為什麼李家超做特首呢 他做了幾項賊 都沒有人會動 很簡單 李家超是太監來的 YESMAN來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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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林鄭月娥也還有 可能他那種政務官的那種性格 會跟習近平衝蕩 OK 就是他就算他執行命令 他也可能會說 有些事情真的不行 他會說的 但是你知道是AO出生 Administrated Officer 出生的那些 不是百分百都是狗 是 有些可能做到很無印 那麼就追星 追MIRROR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做到無印就追MIRROR 你想一下 你現在習近平身邊的 他要求是一些 就是說 李家超就是YES OK 就是 你AO做都沒有人 那就追星 就是這樣 就是 當然就是 公務員 跟政治問責官員不同 是 公務員追星 就追 但是 Anyway 習近平 你看他用人你就知道 OK 為什麼他最後沒有支持 就是 鄧炳強做政務司司長 找陳國基 很厲害 陳國基是YES MAN 但是 鄧炳強就是 他拆得很厲害 就是 他次強振英那種人 很多野心 那這些人呢 老實講 這些準軍佛式的人 就是隨時 做一個彎套 做一個大廚的人 就是 港版大廚的人 他就不用了 所以他用就是 李家超 李家超真是一個太監 他完全是一個合乎 合乎 合乎 習近平心水的一個太監型的人 就是說 你說他連任 會不會連任 不奇怪 如果你說 那些中共共產黨未亡的話 當然我覺得 共產黨短期的 我就會玩完 這樣 但是 所以 我相信 李尚福本來 應該是一個YES MAN 已經很接近 但是 你始終 他火箭軍 始終是專業的 OK 你說很多貪腐 我什麼都很懂 你軍隊是誰不敢貪 但是 李尚福那些 火箭軍那些 他知道 中國 他特別是做太空那些 出實那些 有關的 真的火箭那些 中國和美國的差距 有多少 他知道 他知道 如果真的打起來 那時候 他真的會沒命的 那可能 你為什麼 習近平 本來就想 短期的打 李尚福 也好 李鳳和 你不要亂來 有很多 楊鋒陰為也好 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方法 也好 喂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他可能對外 就說得很接近 但是對著他 對著他 就怎樣 就拖你 阻止解放軍 的備戰步伐 那麼 習近平覺得 你這幫人來搞事 那麼 就吵架你 全部都鬆 你不想打 你不想打 就回去坐牢 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 毛澤東想問李尚福 他去了哪裡 可能美國人和李尚福 私底下 都可能丟了一些 類似東岩湖堡 那些官員 那些讀書人 那些就知道 那些特別做過羊毛運動 那些知道 二王團 都屎眼 沒有玩法 那麼東岩湖堡 但是問題就是 那時候 東岩湖堡 其實是大清帝國的控制人 已經很弱 那什麼問題 就是 你這個 這樣的 習近平 不是自己太好 好 那他們說 他堅持要玩下去 那麼 他又怎麼樣 李尚福不聽我 我就不理會 李尚福不聽我 我就不理會 你尚福不聽我 你尚福不聽我 我就不理會 這樣 逐個官員 就是你妨礙他發大夢 我就不理會 你說王毅為什麼會花上來 很簡單 王毅救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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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就是怎麼樣 你說什麼 他一定會執行到底 他百分百執行 習近平 你應該知道 習近平用人知道 就是他以為 百分百會執行 他說的 我說的 你不要質疑 我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我在告訴你 那就糟了 那就糟了 所以你說 你怎麼會 我一年做兩集中國政治節目 屌下聲 說完秦光去了哪裡 現在就問李尚福去了哪裡 屌下 你神經病 所以為什麼美國駐日大使 這麼搶口 他搶口 他說 好像沒有人生華 真的 你隨時真的 現在真的 你怎麼會 什麼時候又有一個官 被人拒絕了 炒了 什麼 你不肯知 你無故 習近平那種喜悟無常 現在很害怕 胡錦濤我可以公開動救你 麗鳳凰我可以公開動救你 總之 我因什麼人不妥 我都可以公開動救你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半習如半虎 沒有那麼平民 你有權勢的人 誰說 我有權勢不用怕 錯了 你有權勢死得更快 有錢人 有權勢的人 他不喜歡 他就一句 那些 就是那些 明朝的皇帝 庭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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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百官 那些玩法 但是 毛澤東沒有那麼 帝王思想 他是那種 以前明代的暴君 那些閉王思想 就是怎樣 我不妥 我怎樣 所有人 全部 予以庭帳 說自己死 那些這樣的事情 香港人有沒有生氣準備 這些這麼瘋的事情 沒有 很明顯 香港人有一個人生氣準備 這些這麼瘋的事情 大哥 一個麻煩 我調戲不相信 我怎樣 當眾庭帳 文武百官 所有 所有文武百官 全都給我屁股開花 打到死為止 打到死為止 都試過 現在明王朝那種 明帝國那種 暴君政治 這個才是最 所以你說 對有權勢的人 你猜那些人想不想走 我肯定想走 但是應該走不了 應該 因為 他看著你 因為平民百姓 你沒事的 什麼什麼 不好意思 這種情況 你最平民百姓 我太危險了 最後的結果就是 無論平民百姓也好 無論是 有權勢 你平民百姓 可能呢 多一點時間走 因為他看不完 OK 問題就是 你最後也會死 如果你半骨 你這樣的話 你這個人是怎樣 他就是 我要幾點又怎樣 你不要質疑 那件事 對還是錯 不關 那件事 我明知道你錯 我要幾點死 我可以死 那些朋友 回來 你半閘而半複 你怎麼搞 你沒得搞的 你這個理上複這件事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這件事 你上複這件事 在糟糕的程度 是 我想像不到 你上複 如果這樣也失蹤 一定有更多官員 你無法失蹤 為什麼現在這麼危險 就是 你現在全部都是Yasmond 不過李家超做Yasmond 香港就很糟糕了 是不是 因為是習近平軟糕 什麼都 如果拐放軍 全部都是Yasmond 明知道打仗 是會出事的 都繼續打下去 你想想什麼結果 對不對 然後有什麼事情 來打輸仗 難道怎麼樣 難道怎麼樣 等習近平好像怎麼樣 好像希特亞一樣 在柏林地堡那裡表演 不是啊 那不是很危險 身形逃產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解放軍是很糟糕 但是軍人呢 都知道 那一場戰有什麼可以打 或者應不應該這樣打 其實 心會有數 其實有底的 因為那個professional training 你跟外面的差距那些 那個是很客觀的事情 沒得騙人的 其實 但是習近平是不懂軍事的 很明顯 很明顯就是怎樣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習近平是拿著槍桿子 但是不懂槍桿子 OK 以前鄧小平 是槍桿子出境院 他有問題 他是懂槍桿子的 他是有功的 他在國共外戰 打江山是有功的 接著他說江澤民 江澤民是一個想賺錢的民人 你不要搞我 所以軍隊的貪腐風氣 跟江澤民很有關係 其實 因為我軍隊作為一個賺錢工具 我只是賺錢的 我不會打仗 你也不要那麼打仗 大家一起賺錢 大家一起賺錢 有多少賺多少 不要那麼多 跟美國合作好都可以 你說胡錦濤 胡錦濤沒有什麼軍事野心 他不是為了打仗 他真的是怎樣 我只是維穩 他沒有意識打仗 他沒有意識打仗 他就執政了 他就好大競爭 我又要打仗 OK 我又要打仗 其實你要知道 你江湖兩朝 那個差距 那個國際發展一逆千里 即是就算眼戰 結束之後 你也是發展一逆千里 已經打仗 因為美軍不會停的 美軍 他要 為了和平 他一定是佔了一個絕對的優勢 去令你不敢打 令你不敢打 不想打 那你就不會打 那和平是靠軍事力去維持的 那問題是 習近平是一個不自量的 不自量的 他人就是不斷刪掉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瘋子的事情 這樣玩下去死定了 如果你問我 現在李尚福這件事 為什麼美國會問李尚福去了哪裡 就是還有串狗 習近平 這件事情很危險 其實軍事不應該是這樣的 軍事 現在比普京還差 普京某程度上 他說什麼特別軍事人 當然是勿勿 但是你說 普京是不是完全沒有軍事的判斷 他身邊的人都有判斷 他是因為當初 烏克蘭真是 之前克里米亞的泰若 他以為還是那個烏克蘭 他低估走烏克蘭過去 百年以來的軍事準備 以及那個意志 和習近平的意志 他沒有想過 因為習近平的意志 因為他在戰前看過 他不像這麼有意志的人 他是一個喜劇演員 你知道很多人 有一個錯誤的感覺就是 喜劇演員沒有什麼的 那問題就是喜劇演員 喜劇演員 不代表他是嬉皮笑臉 喜劇演員有他的深度 有他的看法 你看看習近平和波羅斯詳森 一拍一起就知道 對不對 你這些人都覺得波羅斯詳森 喜劇笑臉 但波羅斯詳森 他應該是近十年以來 最有執行力的英國首相 一樣 那麼有問題 你現在就是怎麼說 習近平 全部都是那些 一大堆都是那些 YESMAN 沒有人阻止他打仗 我可以說 很快就出事了 你全部 你做炮灰 陪他做炮灰 你怎麼不懂 你不是的 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陪他一起瘋 整個社會 現在整個世界都瘋癲 就是咬住青山醫院不放鬆 我只是這麼說 所以 如果中國官場的政策 全部都是陪他一起咬住青山醫院 你自己這樣一下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就香港時間 5點多左右 那我先講多話